大家好,我是Tricia 歡迎收聽安波足球快訊 德國期待馬道攻城 星期四凌晨2022日 世界盃歐洲區外圍賽分組賽繼續封煙四起 其中身處J組的德國將主場迎戰北馬其頓 現在德國目前連贏兩場 期間沒有失球 加上球隊整體實力高於北馬其頓 所以這場當然是看好德國可以順利斬獲三連勝 俄羅斯世界盃分組賽 德國就佔底出局 而在歐國聯方面 他又淨吞西班牙六隻彈 同樣出線瘦了 因而令德國一度被人推上輿論的風口浪尖 也導致主帥拿夫決定在歐國盃後卸任主帥位置 現在德國的世界排名已經跌至第十二位 不過無論如何 作為四屆的世界盃得主 德國的實力依然存在 他們在今屆的西歐外分組賽 以上已經有兩連勝作為開局 而且全部都能夠保持零失球 期間 根道簡、哥利斯卡、夏維斯和格納比 四人同樣有入球 大家所熟悉哥茲的 功強守穩的德國隊似乎正式歸位 回顧德國歷屆細歐外的歷史 他們在接近八年時間裡 總共只輸了兩場球 最近三屆總戰績是二十七勝三和 而且每屆總入球都有所遞增 毫無疑問 德國金將面對實力有限的北馬其頓 贏球只是時間問題 北馬其頓目前是世界排名第六十五位 他是在歐洲範圍內 排名比較靠後的隊伍 北馬其頓的大賽經驗 只是僅限於外圍賽 他們之前幾屆細歐外分組賽 都只是排名倒數的隊伍 從未踢過世界盃或歐國盃的正式階段 作為北馬其頓陣中的頭牌 彭迪夫今屆以接近三十八歲的高齡 再次入選國家隊 他在頭兩輪分組賽都以正選出戰 但球隊總共入了七球 其實他沒有入球 北馬其頓今屆賽事首戰 二比三不敵羅馬尼亞 次戰又以五球大炒烈支敦士登 但考慮到對方是超級魚欄部隊的身份 這場球就算贏了也價值不大 這次面對實力差天共地 而且目前狀態出色的德國 北馬其頓只能祈求自己輸小當贏 我們在北馬其中一邊 金北馬其中一邊 內都在北馬水中